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两千年前约翰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这个宣告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各位打出来 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个宣告讲到我们的主耶稣 就是光 就是真光 但是世界却不接受的光 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他是世界的光 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这个礼拜很精彩 谁赢了 谁输了 我们有的人开心 鼓掌 有的人哭泣 在愤恨 示威 捣乱 我们看到 这场的竞选 其实有赢有输 但是真正的赢 是神怎么看 神觉得这是应该的 或者不应该的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输赢是在乎神 我们看到这次大选 其实是一个大曝光 Under the spotlight 这个辩论 这个媒体 把许多的丑闻 丑事 也把许多的控告 谩骂 还有许多的曝光 切穿 有不同的名词 Crooked Racist Sexist Liar Deployable Corrupt Eratic Unstable Arrogan 等等 我在Coffee Shop的时候 问一个美国人说 你觉得这次大选怎么样 他就两个字 Said and Sick 两个S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都要有一个目的 就是 我对你错 听我的 跟从我 选我 这是民主的规范吗 我们这是 四年一次的热闹吗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竞选 带来整个国家的两极化 到底 整个竞争的核心是什么呢 那个 Secretary of State 那个 John Kerry 讲到他对这次竞选 他的感受 他说 I will sad and dismay for the country 他说 It is driven by money 我们看到 好多的钱 画在媒体上面 但是他讲了一句话说 对我来讲 我常常跟世界各国的领袖 去交谈 他说 嘿 你们试试看民主制度吧 他说 我现在再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竞选 是Light Under the Spot 就是在 舞台上被光照的时候 一切的事情 曝露出来了 我们看396年前 166个清教徒 为了信仰的自由 来到美国 他们在11月11号 就是前几天 是396年前 五月花 登陆了 这个 美国这个地方 他们来到第一件事情 就跪下来祷告 感谢神 我们没过多久 就是感恩节了 这也是感恩节的由来 他们在 这个Massachusetts KCorp那边登陆 我们可以看到 早期这个国家 是受到基督徒 很重要的影响 美国最好一个学校 哈佛大学 他的校训是什么说呢 真理为基督跟教会 那个 Truth for Christ and Church 但是现在已经把它简化掉了 只有解真理 没有为基督 也没有为教会 当中圣也讲了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大家不再叫 Merry Christmas 乃叫Merry Happy Holidays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基督教的精神和心思想 价值观念已经被淡化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从1962年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 禁止公立学校祷告 判断在公立学校祷告 是违反宪法 1963年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 禁止在公立学校 研读圣经 1973年 最高法院通过 堕胎合法化 192015年 美国最高法院 裁定同性认 合乎宪法 去今年5月13号 欧巴马总统 令全美公立学校 让跨性别的 这些人可以任用厕所 否则受到法律制裁 上司联邦的补助 当一个总统 管理到厕所的话 这国家可能大有问题 我们2007年到现在 大概基督徒 本来从认为美国 是基督徒的 有78% 现在已经抓不到70% 但是我们要知道 70%也是相当高的一个数字 比利克林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他在选举前三天 他就要求一件 全国的基督徒 Pray and Vote 他说这个是 我们美国国运的分水岭 他说让所有基督徒的声音 被听见了 我们看这是 他说这个选举 不是人 乃是他的价值观念 他说基督徒 很重要就是 让大家知道 大法官是影响美国的国运 可能往后50年 影响到 Supreme Court 所有的决定 那最重要我们选举 是整个核心的价值观念 今天跟各位分享 这段就是 真光的启示 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清早又回到殿里 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 他就坐下 教训他们 文士跟法利赛人 带着一个行淫时 被拉的妇人 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 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 被拉了 摩西在律法上 所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 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怎么样 他们说这话 来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她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她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于是又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了这话 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了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 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她说 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她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不要得着生命的光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这个世界是本是黑暗的 但是你拆遣你的独生子 来到世上 成为世上的光 你也呼吁我们 要跟从你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必要得着世上的光 我们感谢你的恩言 让我们今天在我 领受你话语的时候 你对我们说话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约翰福音 用了人 生命最重要的四个元素 一个是阳光 空气 水 跟食物 这四样事情 在第八章讲到世界的光 在第三章讲到 我们要重生 这个是从灵 或者就是风而生的 另外讲到活水 这是我们需要神 祂自己的供应 还讲到食物 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梁 这每一样都是我们 生存生命中间必需品 那这边所描述的 这里是讲到 它是世界的光 这段经文 好像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它的核心思想 就是中间那句话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两千年前 一个很重要的spotlight 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的旅院 父女院里面 那时候 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了 那时候 人家要陷害耶稣基督了 我们看 耶稣怎么样对付他们的轨迹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一头一尾都在教训百姓 中间就被他们打扰了 打扰之后 他们是要拿一个 很丑恶的事情 带到圣殿里面去 这件事情 是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了 然后又用旧约里面 所有法利塞人文士 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律法 根据律法来问耶稣 这样的人 你该打死他们 但是耶稣却很有意思的 不讲话 两次用他的手指头 在地上画字 或者写字 我们看到 这是耶稣的智慧 有时候人家挑你站的时候 不要立刻反应 就是试试看写写字 但是我们等一下看看 他写字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最有意思的 这个结果 就是他们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地走出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跟着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就是后面那句话 我是世界的光 也是耶稣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这边第二节开始讲 清晨又回到殿里面 众百姓都到那里去 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是在圣殿里面的内院 内院里面的妇女院 这靠近银库 或者那个银库是什么呢 是在妇女院有13个奉献箱 他就在这个奉献箱那边 我们可以正在讲道理 这个圣殿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但是没想到文士跟法利塞人 就把一个最丑陋的事情 带到圣殿去陷害耶稣 他们内心深处 其实更加的丑陋 就是要害耶稣 我们看到这边清晨 清晨是什么 黎明的时候 刚刚太阳一亮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刚好在第七章讲完 就是祝鹏节已经结束了 在主耶稣在祝鹏节最后一天 站起来大声地说 反而口渴的就到我那边来 信我的人要从他福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这是第二天 他们就到了这个大家正在庆典 最后一天高峰的时候 耶稣清晨就来到圣殿 我们有看到一群的人 也很向往听耶稣讲道 他们清晨天一亮的时候 就到圣殿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事件上不同的人 这个淫妇是在清晨被抓了 他在清晨就犯了不该犯了罪 文师跟法利塞人他们清晨 没有好好祷告读经 也没有QT 他们就是看抓有谁犯奸淫 或者人家告诉他了 他就把这件事情带到圣殿里面去 我们可以给当时的苏联领袖 何等的可怜 众百姓 很多人清晨就来听耶稣讲道 耶稣就在那边讲道 我们看到清晨一日之际在一城 我们知道韩国 他们早上四点半 他的公共汽车就开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要五点钟去教会祷告 我们看到信仰影响这个社会 我们有首诗歌 就是中国早晨的五点钟 很好听的一首诗歌 我们看到中国很多基督徒 五点钟就起来祷告了 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早晨是最好的 灵修的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不一样 他们做了一些陷害耶稣的事情 第三节说 文士跟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音妇人 被拿的妇人来到 叫她站在当中 这个被抓的人很不信 因为可能犯淫乱的人不止她一个 只是她不信被抓 或者被陷害 或者被暴露 她其实很羞愧 可能衣冠不整 被带到圣殿里面去 我们想想看 若是我们是被抓的淫妇 那么多人众目睽睽之下 我们那时候衣冠不整 多么难过 这是心中想实定的 那文士跟法利赛人 他们明知道律法 为什么他们不执行律法 有可能说他们不可以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利 那耶稣 他们就对耶稣说 夫子这妇人正在行音的时候被拿 我们看到 他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旅院 是祝鹏节之后 刚刚我们讲到 在这个敬拜神 听神话语的地方 甚至奉献的地方 他们去用一个很丑陋的事情 带到圣殿去了 耶稣就对 他们就说这个人被抓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第五节 他说摩西律法上面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怎么样办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初犯在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想要陷害耶稣 一个是说 耶稣说 好 你们就用石头打死 但是我们知道 犹太人是不能够 处死刑的 必须要罗马政府的人 说判死刑 才判死刑 所以耶稣自己被钉十字架 也是犹太人 也不能够这样做 另外呢 主耶稣来到是为罪人的 他常常跟瑞利罪人 这些人在一起 为了要得罪他 他说我来到 不是为义人 乃是为罪人的 若是说用石头打死 他从今以后 他要接触这群有罪的人 是困难的 但是不用石头打死呢 我们看到 他触犯了摩西律法 而且呢 他来到是要成全律法 正在两难之间 他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看圣经怎么讲 圣经对淫乱的事情 第一个是有夫之妇 两个都要处死心 在立位纪跟生命纪里面讲 假如还没有结婚的 但是已经许配了 他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城里面 那在城里面被抓的 就两个都用石头打死 因为呢 他可以呼叫 他说这个人不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若是在城外 你要呼叫也没有办法 所以在城外的时候 只把那个男的处死 但是还有一种case 第四种就是说 没有许配的怎么办呢 没有许配的话 谁跟他行淫 就要娶他 终身不可以修他 这是律法上的定规 他们说这话 乃是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我们看到这个试探这个字 就是probing 试一试 我们小孩子成长的时候 小孩子很会试探父母的 看看父亲爷呢 还是母亲爷呢 用不断的方法来试探 看看到底这个准则在哪里 试探就是看看probing的意思 引诱的意思 引诱他 使到他犯罪 使到他跌倒 耶稣却弯着腰 不看他们 不责备他们 我们看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我们知道那个圣殿 那个地不是泥土地 是石头地 我们当石头地 我们就可以想到 当年神在西乃山 耶和华用石头写在两块法板上面 我们在《出埃及记》31章18节说 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了话 把两块法板交给他 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他写字可能第一个象征当年神耶和华怎么样写律法 象征性的律法 其实他说摩西的律法 其实主耶稣这就是我的律法 我写给你们的 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也可以想到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 很难解决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到第一个 圣经怎么说 圣经怎么说 律法怎么说 这是我们的原则 第七节说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着腰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他说谁没有罪 这句话是很容易问 但是却很难答 这就是律法的功用 我们看到这一段 主耶稣讲这句话 很轻描淡写的 却像一个真光的照耀 照到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了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 我们看这个没有罪 这个字只出现一次 这个字是哈玛提亚是一个罪 但是安哈玛提亚就是没有罪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常常想到 谁没有罪 只有神没有罪 他只问这句话 又低着头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我们看第二次画字 到底耶稣写什么 很多人都在猜 有人说写罪 有人写控告 但是也有人说 要写出你们的亏欠 或者说耶稣的新的律法 这个给我们什么功课呢 第二次 我们应该其实让我们想到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第一件事说 圣经怎么说 第二件事情说 耶稣会怎么做 这两个是给我们好好提醒 我们第二次在 但以礼书五章五节跟二十五节 我们常常知道 Writing on the wall 就是这件事情 那时候 伯萨撒王 我们可以看到 他用圣殿掳来的这些酒器 银器 金器 来喝酒 坐落 而亵渎神 神就在枪头 在墙上忽然用指头写字 他叫 这个字就讲到 数一数你的日子 蹭一蹭你的亏欠 然后你的国就要分裂了 其实整个意思说 他算出人的亏欠 就说他 给他一个地位 但是他却没有好好的 应用他的智慧 反而不敬畏神 反而亵渎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讲到 谁没有罪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律法是叫我们被行出来的 但是从主耶稣讲的律法 更加的严谨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以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人 就动了瘾 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我们可以看到 若是照这个标准 我们谁没有罪的 我们每一个人 多多少少 都有不好的念头 不好的思想 他们听见 他们听见这句话 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个人 还有那妇人 仍然站着 我们可以看到 这本是从老到少 这个很有意思 老人家 老人家为什么会先走 犯了罪比较多 但是我们知道 老人家更加敏锐 回想到我们一生中间 有好多的亏欠 对吧 年轻的时候都觉得前面很好 回头再思想的话 我们做错了很多事情 从老到少 我觉得是老人家的榜样 他们能够以身作则 离开了 也可能老人家 就是最有权威的 法利塞人文士 但是他们做了一件 很好的事情 就是自己以身作则 我们都不配 去责备任何一个人 我们看到这边 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特别加上一段 这是在其他经文没有了 他说being convicted by their own conscience 就是他们的良心的责备 这段经文是说 当耶稣的光照的时候 他的良心起了个反应 这个反应是责备自己的 我们可以看到 良心是神给人 一个特别的礼物 是一个智慧的谋士 是个严厉的老师 是最忠实的朋友 我们每一位 我们都有个良心 神给我们很宝贵的礼物 就是我们的良知 或者罗马书所讲的 是非之心 耶稣就指使要来对他说 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那个人 他们这些人都走了 你觉得 这场戏没得看呢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 这群人没有留下来 继续听耶稣的教训 他们的心目中 就是让陷害耶稣 但是目的达不到之后 他们就离开了 这个是古今中外最好的老师在讲道 他们没有去听 太可惜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走了 就像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读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了 但是诗篇讲了一句话说 主耶和华 你若纠察罪业 谁能担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罪之恩 叫叫人敬畏你 我们看到这句话 刚好用在这里 若是他纠察罪业 我们这群的人 没有一个可以站立得住 很可能 牧师长老第一个要离开了 但是感谢神 在他有赦罪之恩 让我们 有领受恩典之后 敬畏神 知道他是一位圣洁的神 他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也不定你的罪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幕里面 一场所谓的舞台或者戏 在圣殿里面的戏 这是罪人控告罪人 法利塞人文士是有罪的 他们要定别人的罪 只有一个人没有罪 就是耶稣基督 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不愿意定那个人的罪 那且不是说 耶稣不遵守律法吗 耶稣带来一个新的律法 这个律法是什么呢 他说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可以看到 若是耶稣说你就走吧 他没有讲你不要犯罪 这是爱里面不讲真理 耶稣是讲真理 他说去吧 从此不要犯罪 耶稣是永远给人家机会的 from now on sin no more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跟着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请读约翰福音 一章十七节的介绍 这边说 律法本是借助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我们看到律法是叫人治罪的 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理 是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耶稣来到 来是给予我们真理跟恩典 使到我们可以脱离罪 好我们一起再读这段经文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 他是世界的光 路加福音讲到 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以赛亚书说 日头不再做你的白昼的光 月亮也不发光照你 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 我们可以看到 神是我们永远的光 这个时候 我们正在诸鹏节过后 诸鹏节那个时候 他们一共延续八天的庆祝 这八天庆祝里面 在女院里面 他们中间摆了四个大的灯 照亮了通明 整个晚上就照亮着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正是当灯要熄灭的时候了 他们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 在黎明的时候 来了一个真光 就是耶稣自己 我们想到这个光 就是在旷野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火柱 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现在正在QT出埃及记 就讲到耶华从云火柱中 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使埃及的兵混乱 然后生命记讲到 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 为你们找安逸的地方 夜间在火柱里面 日间在云柱里面 只是你们所当行的道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讲到他是引领的 这边讲到要跟从我 这个字在那个时候 有几个意思 像仆人跟从主人 遵守国家的律法 听从教导 都是跟从这个字 我们看跟从主就是顺服他 效法他 荣耀他 跟从这个字是同时同步地走 我们可以看走同一条路 我们常常讲同路人 但是这个脚步相同 继续地跟从 我们看到这个跟从这个字 是继续进行的 我们看这个字 是一步一步地跟随耶稣基督 我有一次听一个宣教士 他去到缅甸一个小数民族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叫瓦邦 他说他有一个祥岛 带他去经过川山越岭 到了那个地方 但是他说 我怎么走 你就要跟着我怎么走 我脚差什么地 你就跟着我差什么地 他说为什么 因为地上很多地雷 你不小心就中地雷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 跟从就是 他怎么走 我们就怎么走 跟从这个字 有一个意思 是专心 我们看到这本圣经讲 民宿记里面讲 约书亚跟迦勒 两个是专心跟从我 Follows me wholeheartedly 全心全意地跟从 我们跟从的时候 有时候一半就离开了 我们先take a break 可能这个break一下就三四十年了 但是有的人break了几 一年半年或者几个月 专心是whoheartedly跟随 第二个是 跟随是有使命的 我们看在马太福音 第四章讲到 耶稣对招了这个门徒 他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 得人如得鱼样 他们就撇下网 就有使命地去跟随 第三 跟随是天天跟随 不是主日跟随 不是七天中间一日 乃是七天的七天都跟随耶稣基督 他这边 路加福音说 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第四 我们跟从是一个服侍 约翰福音说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復必尊重他 我们宣道联会 黄牧师 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 一个见证 他跟随耶稣 到一个没有人去的地方 这个语言也要重新学习 因为耶稣在哪里 他也被呼召到那边去服侍他了 最后跟随是得奖赏了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吧 彼得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随你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国撇下了房屋 妻子 弟兄 父母 儿女 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 来世 不得永生的 最宝贵的 不是今世的事 乃是永生的事情 我们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 文人 哲学家 思想家 英文教育家 作家 幽默大师 智慧大师 就是林语堂 我们可能年纪大一点 都知道他 他曾经是 圣约翰大学高材生 他曾经在讲台上一次的典礼 四次被呼上去领奖 这是他们破纪录的 没有一个那么优秀的 但是他毕业之后 他就在 那个 大学教书 那教书里面的时候呢 他开始慢慢 他也在教主的学 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 他的妻子 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毕业之后 他就开始专研 中国的哲学 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 佛教的思想 经过三四十年之后 再重新回到基督教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信仰之旅》 各位有没有人看过的 若是没有看过的话 这是很值得看一本书 它是很深入的研究 不管是禅宗 或者佛教 或者说基督教 还有道教 我们看到 他跟随到一半 就没有跟随了 最后他六十五岁 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他讲了在这本书上面 讲了一句话 他说当蜡烛 要把蜡烛熄了 因为太阳已经起来了 他说耶稣跟其他圣贤相比 就好像太阳与蜡烛一样 耶稣的世界是阳光下的世界 我们都愿意走进这个世界 沐浴神慈爱慰言的大光 驱赶我们心灵中间的蒙昧 再造一个智慧和丰盛的人生 这大光现今 仍然在世世代代的照耀着 没有暗悔 他说 上帝的真理之光 是灵性纯洁的 有人的教训中间 没有人可以比喻的 就像耶稣怎么样宽恕别人 他的生活的示范 我接纳他为主 跟我们众人的救助 只有耶稣没有别人 能够带领我们 直接认识上帝 这本书很值得去看 很宝贵 因为他忘走了四十年 最后他终于回到 真光里面去了 我觉得 尼宇棠先生或者博士 他若是没有离开 他可以为主做很多的工作 感谢神最后回头了 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 它说 He is a 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 后来翻译成为中文 我们看到这边讲到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个意思说 我们生命会发光的 马太福音讲到 你们是世界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 是不能够隐藏的 人点灯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阴阳照亮人前 叫人家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上的神 这是主耶稣说 我们这些人应该会发光 你们有听过洪汉义这个人吗 这个人的见证 他是亚洲最大的黑社会 叫做14K在香港 他的势力是全球性的 他是开夜总会赌场 亡赌 贩毒 曾经坐牢13年 他是拜偶像 拜邪灵的 他有四个太太 八个女朋友 但是后来 他看见他贩毒 看到很多毒瘾的人 家破人亡 他心中开始受到责备了 责备之后 他就不能睡觉 所以他很痛苦 那他后来就认识一些牧师 其实牧师就劝他来教会 他很烦 他说 好吧 你以后再不要骚扰我 我只去这么一次 以后再不要来找我 他就去了 他去教会里面 牧师一讲道 他就睡觉 他说 好了 我已经来了 但是人家说 好 送你一本圣经 他说好吧 他太太就把那本圣经拿了 回去之后 太太把圣经放到床头 他那天晚上 还是睡不着 他就忽然这样讲 他说 耶稣你这么厉害 叫我信你 能够睡觉 我就信你了 他这句话 一讲完 就睡着了 他说真厉害 那知道第二天就马上告诉这些牧师们 他说 我要信耶稣了 但是他信了之后 他仍然没有跟随 他仍然做自己的生意 他说 我这么多人要养 我自己这么多的财源滚滚 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所以之后经过七年的时间 他仍然做偏门的生意 最后 神让他每一样事情都失败 开赌场 赌场失败 所以他 很痛苦 他说 耶稣我斗不过你了 我只有死路一条 我就自杀吧 那他就自杀 他自杀 把遗族都写好 但是当写完之后要自杀 忽然有个意念 好像神跟他讲 你不能死 你死了之后 你的大儿子会把其他小孩都杀掉 他说这样子 我就不能死了 那耶稣说 你就坐着 拿个椅子坐在十字架面前 他就坐在那边 忽然间 一下三个钟头过了 神把他带到一个境界 就是天堂跟地狱 他去到地狱里面 看到许多的人 脸色灰白 这等候审判 看到地狱有很多无底的深坑 他说 这些是干什么 他说他们要受不同的惩罚 然后神又把他带到天堂里面去 他去到那边 感受到那种喜乐 是无法引用 他从来没有这种喜乐 而在地狱那种感受 从来没有这种痛苦的 当他一下三个小时过了 他 他整个人改变了 他立刻改变 把他所有这些情欲的事情 所有做些偏门的生意 做不好的 这些 罪恶的事情 马上断绝 立刻悔改 他就进神学院 去学习 后来成为传道人 还建立教会 这个教会专门是为黑社会人办的 所以因为只有他能够牧养这些黑社会的人 让他们来到那边 给他们一些金钱 帮他们做小生意 重新悔改做人 他现在成为为主 到处做见证的一个人 叫做红汉叶 我们看他跟随耶稣 逼得着生命的光 他是为主发光 约翰福音 讲了七个我是 这边 我是世界的光 是第二个我是 我们可以看到 跟第六个我是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这个是相对的 两个都讲到道路 但是世上的光 是讲到我们在世界上的道路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是在通道通天之路 这两个所讲的我是 是彼此的呼应的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我们这个整段经文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可以说 首先我们要被光照 光照之后 知道我们的亏欠 才会跟随耶稣基督 耶稣给我们讲到一个脱离罪的方法 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 不是得赦免 赦免之后不悔改 不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 而且跟着就要行走在光中 行走就跟随耶稣基督 一步一步地走 不要踩上地雷了 最后我们生命要发光 所以我们要enightened 还有following 还有walking 还有shining 这就是这段经文 给我们一个结论 也是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清晨黎明的时候 我们有个心智 QT对吧 我们大家都QT 好好的灵修 来到神面前 或参加祷告会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 第二个 我们反省 少控告人 多反省自己 阿们吗 第三个 我要继续跟随主 我们要做24小时 7天365日的跟随主 另外我们要有个心智 为主发光 让我们的好行为 可以显出神的荣耀 不是因为我们 乃是因为跟随耶稣基督关系 最后我们要为美国祷告 我们看到美国这次竞选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分野领 其实美国到如今 还是世界上基督徒 最多的一个国家 美国有30万个教会 我们要为30万个教会祷告 美国有2.8亿的基督徒 我们要为美国这些基督徒 好好的敬畏神 以圣经的价值观 为他们的价值观 美国是最多拆派宣教士的国家 有13万的宣教士 我们可以看到 Donald Trump讲的一句话说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怎么样去make呢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说 Let American shining for Jesus again Amen吗 Amen 这个最重要 让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有个责任 是影响这个国家 影响在世界上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教会 我们教会影响在社区 影响这个国家 以至美国是回到真神 跟随耶稣基督才能够发光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世界的光 你说跟从你的 就不会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出生命的光 这个跟从是继续不断地跟从 但因为我们的生命 是不断地继续跟从 我们不要像林宇棠先生 他曾经有三四十年在游荡 我们也不要像洪汉义 他虽然信了主 有八年的游荡 七八年的游荡 但愿主我们紧紧地跟随你 以及我们才能发出生命的光 我们为美国祷告 美国是一群清教徒来到的时候 建立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们看到美国已经离开你了 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 让这个美国继续地跟随耶稣基督 因为跟随耶稣基督 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这个国家才能够为主发光 这个国家成为世界上的祝福 求主祝福这个国家 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让我们都能够为主发光 我们这样祈求感谢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